前面有个穿白色的小姐姐 Hello 小姐姐 你好 你好 你们是干什么 帮我拿一下 我们是一个街坊 就是把你找对线的 找对线 对对 你是单身吗 是的 这个条件怎么会是单身呢 帮我拿一个上去 因为有个喜欢的人在那边 就是那边我妹妹的教练 你妹妹的教练 把他教出来 然后我们撮合你们一下 这样很快的 什么 圆圆是怎么跟你说的 就是说好像有个活动 找我参加 那你为什么要答应她 因为她妹妹在我这上去 就配合一下吧 你知道我们是什么采访节目吗 不知道 系统配对 所以你知道她是什么意思吗 也行吧 什么叫也行吧 也行吧 你很勉强吗 不勉强 不勉强 你跟那个教练是怎么联系的 就是我带妹妹过来滑冰 然后她对这个比较感兴趣 我就给大家找了个教练 她妹妹乖吗 你觉得 挺好吧 那她乖一点还是她妹妹乖一点 我不知道 这什么那男的呢 看起来比较老实 然后也比较温柔 也比较细心 就这一点吧 看起来的身材也很好 那你是不是对她有什么意思呢 等一下 干嘛了 我不回答吧 你手干嘛 干嘛一直抖啊 他来了 我要掉头看吗 不要 要不你包跟手机给我吧 哈喽 这好像不是采访节 是的 是采访 采访啥 不采访我们两个吧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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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话呀 不是采访我吗 我 我 你把我妹妹放哪儿了 我妹妹呢 他跟别的教练在一起 男生你是单过兵吗 没有啊 你把我妹妹放哪儿了 你为什么站那么直 有点紧张 第一次被采访 哈哈哈 不是跟我在一起比较紧张吗 那 那 那也有点这原因吧 男生我问一下 你觉得圆圆长得好看吗 好看 没有了 眼睛好看 鼻子好看 嘴巴好看 哪都好看 好吧 男生你现在是单身吗 是啊 那你有喜欢的女生吗 就 你看我怎么样 我觉得挺好 你觉得挺好 什么 你觉得什么挺好 哦 我觉得她挺好 哈哈哈 女生 你觉得什么样的男生脱弹快呀 嗯 我觉得情商高的男生脱弹比较快 对 情商高的男生 现在呢 有很多男生单身的原因 就是不知道该怎么主动 有一个新出的APP叫面面 专门针对不会聊天的男生 设计了开场白到线下邀约的 一整套高请商回复功能 系统手把手教你如何约有缘的女生 出来吃饭看电影 奔现指数90%哦 我感觉我好像挺需要的 哈哈哈 我们现在玩一个挑战好不好 啥 啥样的 挑战成功 送你们两张漂流的门票 来吧 来吧 直接来吧 你直接 哈哈哈 你直接算了 哈哈哈 准备 三二一 走 哈哈哈 这一是吧 整个夏天 想ابり 华尤 石家 我 很自然